雪兰儿蒲种夜店上个月遭到手榴弹袭击 8人受伤 是我国史上地宗恐怖袭击案件 两名落网的伊斯兰神圈国恐怖分子 今早在重重警力包围下 前往巴达林在野推示停面控 个别面对10项和11项严重罪名的两人 对自己干下的恶行在庭上执任不讳 法官则定9月21号下判 蒲种夜店爆炸案今天开审 身穿便服的两名被告今早9点15分 在警方和反恐特别行动部队的押送下 抵达巴达林在野推示停 两大罪犯面对媒体追访 丝毫不避讳 轻松面对尽头 根据控状 21岁的伊曼和24岁的祖尼斯 上个月28号向蒲种一家夜店抛制手榴弹 导致8人受伤 因而面对8项伤员罪 以及一项拥有军火武器控罪 在有关罪名下 罪常可坐牢14年和不少于6下的鞭吃 两人面对控状俯首认罪 法官则定9月21号下判 另外两人也涉嫌抵触了刑事法典 第130支C支E支B参与恐怖行动罪行 而伊曼则另外抵触散播恐怖主义罪名 一旦罪成可入狱30年 推示墨汉默查兹责定案件在9月26号过堂 并将案件移交高庭 因而连看的话 沈主义罪封罪手 我们下词发出客 或昵45の比兰棚 我们下词